阿旁佛 同天 心不活地 孙病与旁娟是孤公亮文教基金会第一出新编金剧 1993年首演造成轰动 今年第三度重演的版本 由文武老生李宝春 搭档球派明镜杨燕毅 率领台北新剧团青年优秀演员同台演出 其中孙病与旁娟分到扬镳之前的两场戏 由台北新剧团年轻演员李隆显 李清风饰演 传承意味浓厚 我们充分利用这个难得机会 把这个演过的戏重新的编排了 您如果以前看过 您今天再来看还跟新戏一样 好像有印象但是好像没看 有很多李隆显给编导了很多东西 更丰富了孙病跟旁娟的内心的独白 这个剧的连贯性节奏性 我们做了一些修掌 还有从唱腔上音乐上做了丰富 做了一些改变 这改变呢就是想更能够贴近剧情跟人物 还有呢我们就等于年轻时候的孙病旁娟 由年轻的这个李清风李龙显来担任 我们呢就属于戴了胡子的时候 我们再上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做法 也是一个非常对年轻人一个烘托一个鼓励 要说两位年轻人非常的到位优秀 很紧张啊当然超紧张的啊 然后我们一路以来就是 我是从旁边的曹官兵 然后演到王 然后现在演孙病 然后他也是从那个一开始刚进团的时候 从曹官兵一路演到现在 那对我们来说 一方面看着老师的创作跟排练 然后我们自己在演这个戏的时候 尽可能地去问老师说 老师我们这个地方注意一些东西 那常常发现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好像是某甲 但老师一说 哦原来细节都是细节 所以跟着老师演戏 或者是跟老师演一样的角色 我觉得对我们最大启发 就是我们会可以学到很多细节 那这个细节是看不出来的 就是老师如果没有说 我们只会某 所以这个老师对我们就是非常 一方面非常重要 然后一方面我们也很幸运 也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老师一起演这样的角色 是蛮想老师的 对因为老师没办法来 这次老师来我非常珍惜 然后在空闲时间 也会向他请教一些 戏上面的表现跟唱腔 对那像刚刚的问题说比较 其实我觉得压力最大应该是说 我们是头两场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概念是 老师是我们是打前锋的 所以我们这两场做助也蛮重要的 那替老师整个打前锋战的那个感觉 这样子 六月二号压轴推出的 天霸拜山 林冲夜奔 杂美岸 折子戏紧急 林冲夜奔 由李宝存亲授 徐彦凯饰演的林冲 展现了大舞声 悲壮成练的气质 而杂美岸则是久眼不醉的家庭伦理剧 经典唱段 剧剧扣人心弦 累 但是越演越过瘾 因为这是第二次老师教我 然后第二次要演出林冲 他对这个人物上的一些情绪揣摩 跟体力上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非常就是感谢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又再演一次 因为我觉得这个传统戏 老戏这种折子戏 需要一直打磨 不能只有演一次 然后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再演一次 这个以前演过的戏 是非常幸福的 很开心能跟宝存老师跟杨老师都有合作到 那《请相连》的部分的话 这次也是第二次饰演 相比五年前看自己的影片 可能会有点不敢看 这次可能看自己排演的影片 觉得稍微顺眼一些 所以就是在某种层面上 对自己有一种提升 对 2024李宝春经演新老戏 时隔四年 再度邀请到老搭档球派明镜杨燕毅来台领先 将于5月31 6月1日2日 一连三天在台北城市舞台演出三场 精品好戏要让戏迷们大饱演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嗯 对 好专门